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种纯手工打红薯粉很多地方也都没有了 面对外界质疑他将如何坚持 眼睛一开掉绿花的时候 我说星宝怎么开拍立刻就会露出笑脸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香美星宝 利用自媒体短视频 祝农的精彩故事 九合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一早星宝与拍摄团队 带着自己的梅西腐乳与农产品 赶往西河镇的集市 准备今天的短视频录制 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免得赶上打空手 这个你也没有出出啥萝卜白菜 要不再改改了 你看哪个地方可以给你提下你的意见了 我是昨天晚上临时想的 萝卜白菜本来满大街都是 你还搞个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别那么在意没关系的 买上一把送父母 养育之恩 我是曾庆欢 我是一名90后的新农人 我来自湖南省楼底市新华县围山乡 但是大多数人 他们都习惯叫我新宝 因为我在网上面 有一个网名叫做香妹新宝 我现在就是一名自媒体达人 在全网市有将近400万的粉丝 来来来往前走往前炸 不满也可以过来看一看 新华白菜豆腐乳 美好食物全 那个不记得了 这个给新宝拍摄视频的摄影师 是新宝的表哥杨博 新宝的短视频制作账号的运营 主要是由表哥杨博来完成的 在集市上用块板的形式 帮助村里人买农产品的视频 在网络上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 我将哭乳好 哭乳饭 哭乳吃了 找不怕 青春已过 没人爱 抓紧时间要赶快 看看 给我看看 那你拿个银来给我 临近双十二购物节 新宝和表哥杨博仍然希望 通过农村热闹集市的视频 吸引更多人来到新宝的双十二直播间 能够购买更多的当地的农产品 感激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 因为在农村嘛 没有去大城市 没有办法天天去县城 那就会特别期待感激 小时候去集市就感觉是 去了一个大世界 有各种好吃的 好玩的 那我希望我拍摄的视频 传到网上去之后呢 也希望朋友们也喜欢 我们农村的这样的生活 这个铺乳这么好吃 又香又辣又香饭 买回家可以多吃两碗饭 在集市上面所卖的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家乡土特产品 也是为了推广我们当地的 这些农产品 因为乡亲们种这些土特产品 都挺辛苦的 奶奶 还没卖完啊 还中午了呢 还没卖完啊 我来帮你一二两三 早点卖完 早点回去吃饭了 好 来 买绳子 买椒 买上一点双父母 然后看到农村里面 现在这种普遍的现象 全部都是一些老年人 在家里干活 种地 所以这种连想 可以连想到我爷爷奶奶身上 如果我能尽我自己的能力 去帮一帮他呢 我就好像是帮到 我自己爷爷奶奶一样的 买起来 爷爷 到山洋去往马轮了 现在会买起来 在小学家看得了了 我们家的视频上面有区别没有 买起来 没起屁了 山洋 在手机上看到我 来 给你喝点 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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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帮我买点手 您在手机上面还能看到你自己 就会有一些人在感激上面 就会看到我 他们就认出了 你是那个拍致皮的 今天就是无意之中 看到星宝在这里 人家的产品嘛 东西嘛 感觉很有意思 买了好多 这种多 我们一年就争出来是星宝 有时候咱天间拍的那些视频嘛 推广那么产品的嘛 好的东西就是要这样推广 每次我到集市上面去 会遇到一些粉丝朋友 他们认出了我 他们也会挺支持我的 帮忙多买一些 感激的一些老人啊 去做一些帮助他们的事 他们就会留言说我很善良 然后说我力气也挺大的 很勇敢 他们所说的这些词 以前在我的认知里面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就是因为有他们 才让我发现了我自己 原来有这么多的优点 让我认识了不一样的我自己 星宝从小生活在农村 父母在外地打工 小时候是在爷爷奶奶 陪伴下长大的 经常帮爷爷奶奶做农活 勤劳能干 也成为网友对他的评价 星宝的短视频内容 有许多是在自家的小院里拍摄的 快来 我要切了 快来拍 过去再拍 看哪一块好看一点 你拍这个微距了 对 我先切一块 要切薄一点切厚一点 切薄一点 好不好看 我这微距我还不太会用 来 开始 我好好拍一下 等一下 我觉得我应该拍得好 就是为了我们这次拍视频 我们拍这个腊肉 我们特意买了一个微距 因为之前我是没有微距的 以前拍都是用手机拍的 所以它不管是在质感 各方面都是比这个单反都要差很多 也是为我们双十二来做一个预热吧 带货做一个准备 看到我们视频以后就有一种感想 就是说我不但能够解馋 还可以接我们的相处 12月12号晚上7点 给你们上架腊肉 为了双十二当天 在直播间里能够将新化性的特产腊肉 卖得更好 新宝与表哥决定拍摄一段炒腊肉的视频 而在院子里的另一个角落 其他伙伴正忙着搭起了炉灶 双十二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直播间留人 就是怎么去进了直播间 让它在直播间待下去 别走了 其实我们是花了很大心思的 至少在里面要多待一段时间 哪怕是多留一分钟 多待一分钟 那么我们成交的机会更大 所以对于这个直播间的布置这一块 确实我们是花了很大心思 这一块当时也是我在思考 这个直播间怎么去留人 我觉得新宝它是生活在农村 那我的直播间就必须展现农村的这种特点 展现农村的生活 所以关注新宝的这些粉丝和朋友 他们就是关注农村 他们是对农村的生活 对农村的这种风俗习惯 特别特别感兴趣 这个锅是从隔壁大伯家借的 这个是杨总想出来的 昨天11点多钟差不多12点 他说算12嘛 新宝要弄一个直播 然后就要安排做一个 做豆腐的一个所有的一个流程 这里现场明天直播 现场磨豆浆 磨豆子 然后在这里煮豆浆 直播给粉丝朋友们看 为了这次直播专门现做一个 所以我就想现哪一个做一个大一点的 这样可能效果就好一点 我们一年的销售主要是三个节点 双11双12和年终的这个年货节 那么双12的话 我们也必须要全力以赴 虽然双11它的销量比较大 在前面一个月做了一部分的客户了 但是双12如果说我们一旦松懈的话 就会导致我们一年将近三分之一的销售额 它就会流失 你快点 你快点 画镜头看 那我把这个帮拍一下 你还要画镜头 都熟透了 就每次拍 每次拍每次的时候 最难搞了 忙不过来 这边就要熟了 它那边就还在画镜头 好了 新宝的新媒体账号 粉丝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 就达到了400多万 并帮助新华县白溪镇 买出了6万多份白溪腐乳 很多当地百姓进到新宝 都亲戚地说 是卖煤豆腐的 新宝虽然得到大家的关注和认可 但在短视频拍摄之初 他们并不擅长 这也让他们养成了 不断学习探索的习惯 最开始 我跟我哥都不是专业的 他拍摄也不是专业的 也是靠着慢慢地学 一步一步地成长 开始的艰难是非常艰难 那不是一般的艰难 一方面自己也没有技术 光有热情 其实有时候做事 就会走很多很多的弯路 这部新媒体在这里 很少有人懂 甚至有些人就说 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没事干 天天拍这个 这有啥用 他们是没办法理解 然后新宝 因为他没有收入 所以在这一块 其实他最初 他的父母亲 也是有很大的意见 就是在长辈的眼里 他们觉得 我们现在做的事 就是不务正经 天天在家里 拿个手机 拍呀 拍这拍那的 有什么用 他们的想法 肯定是希望 我能够去大城市里面发展 找一份好的工作 有这个稳定的经济收入 毕竟我哥他的那种思想 我是特别崇拜他的 他有什么想法 他说给我们听 我都是听他的 胖了呗 胖了时间 是不是这个角度 还是有点问题 我感觉角度有点问题 然后又胖了 那这太正了 那重拍一遍 好吗 在那边 在那边 星宝其实也是 他本身也有这个爱好 很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他只要有饭吃 他就愿意干 我觉得这个 星宝这个超 如果说我和他 任何一个人不坚定 都走不到今天 往上面我当时拍的 如果花了一下下来 对 越快越好 这地方镜头切下来以后 就开始用这个音乐 这什么歌 望穿彼岸 望穿彼岸 他这里走一下的时候 音乐用那个 不要用钢子这个音乐 这个音乐不行 剪出来 剪出来 我也得交给那个 是抖音要求我们拍的 最好是今天交吧 我们已经耽误了几天了 这几天一直很忙 就用这个特效 好吧 刚才我把今天拍的视频 我又看了一下 有一些镜头啊 在衔接的时候 还是有点问题 我觉得就我们拍美食啊 美食都太充满了 你没发现吗 我今天真的炒腊肉 那辣椒都要炒黑了 这明拍其实拍美食 我们以后还是要这样 一个首先对好焦 然后不要在那个火上面炒 就拿开以后 放在没有火的地方去拍 它那个颜色也会好看一点 这个确实是做得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今天画的 晚上新宝和伙伴们 除了总结当天的拍摄经验 计划接下来的视频创作 也是他们每天需要讨论的内容 我是香味新宝 我在湖南 第二天一早 新宝和表哥杨伯 又开始了新的拍摄 由于对前一天拍摄的 抖音宣传视频并不满意 他们决定改变思路 用竹竿单鸭子 来展现生动喜悦的乡村生活 把鸭子全部露出来 好 开始 我在湖南 错了 湖南 开始 我是香味新宝 我在湖南 不是特别特别好 再来一遍 我是香味新宝 我在湖南 这样啊 我移过来 然后你再这样做好吗 好 开始了 我是香味新宝 我在湖南 好 做了 因为我哥他的性格 是比较追求完美的 有时候一个视频 他可能要反复地拍 十几遍 二十几遍 但是我觉得 这已经够了呀 拍那么多遍干啥呀 就会有一些这样的矛盾 但是就算有这些争论 到后期我们俩把各自的观点说出来之后 我衡量了一下我哥的想法 我觉得他的更有意义 就会听他的 我希望一个视频 一定要是把农村美好的一面展现出去 把新宝美好的一面展现出去 稍微有一点点瑕疵 我就得重拍 所以反复在拍 有些人也劝过我 就是说你是不是把这个要求放低一点 我跟新宝都是一样 你比如说 如果他今天不开心 不高兴 甚至眼睛快掉泪花的时候 我说新宝准备开拍了 他马上就会 立刻就会露出笑脸 他其实在内心是有一种 不服输的精神 好了 开饭了 开饭了 抓紧时间 我们下午要去拍那个 做那个手工传统的红薯粉 看怎么拍 原来都准备好了吗 那边已经通知我们去拍了 就现在这种手工的很少了 那个人我问了他好多次 最少问了两个月了 他才说有时间 你今天才开始做 前面一直都是下雨阴天 所以没太下山 那大家就抓紧时间吃饭 虽然还有很多 双十二预告视频要准备 但新宝还是不想错过 给粉丝们展示 农家手工制作 红薯粉的机会 他们只能一天当两天用 匆匆吃过午饭 便又出发了 像这样手工制作 红薯粉 新宝也是第一次见 但他接过师傅们手中的工具 做起来却有模有样 这个还要搅拌多种啊 可以了可以了 这个放多少 今天你们不撐的吗 这个我们就跟自己 那个胸肝我们的胸肝 我已经没理了 加油了 我还是第一次做红薯粉呢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来 这不一样 这个好说话 加油 加油 像这一种纯手工打红薯粉 很多地方也都没有了 很多地方也都没有了 因为都太累了 而且村里面年轻人都出去了 很难有那么多年轻老多年 在那里帮着做事 因为我们新华有这么大 面积很广 肯定是还有好多那种 传统的工作的国 没有被我发现 好 来 开始 像这样的场景 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所以我一定要过去记录一下 这个 我要去学着做 我这边已经在流汗了 对 就抓这个粉也要好大的点 你整个重要 如果拉到我的百个王 你三不六十五天天 你整个重要 关于我们拍视频 我们是晴天是一身汗 雨天是一身泥 越大三十一天 越小三十天 没休息过 我总觉得做不完的事 做不完的事 太多事就做了 本来你如果说 你降低要求 我随便找个地方就拍就行了 但是我如果说 我要达到高要求 我就可能要驱车 两个小时 我在那个地方 就拍一个镜头 我就回来了 车都已经开坏一辆了 这是第二辆车了 快乐就是这样来的 快乐就是这样来的 今天晚上的直播非常重要 我们要详细一切办法 要保证新保直播间的这个人数 在晚上直播五点半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那个打帖 可以 因为那个视频可能 不报的 不报的 这个必须要给粉丝有个通知 文杠我今天基本上写好了 然后就是开播时间 老规矩吧 六点 六点钟左右开始吧 那不行的 五点钟了 那就五点钟好不好 五点钟 今天这场直播把它做得尽量的完美 我们也不管结果怎么样 但是我们尽力吧 还是发微信 发微信 全发只能发一千 对 只能发一千个人 可以发四点 就拍一个好吗 一会儿马上拍 那就马上拍 那那好了 好吗 各就各位 各人干各人的事 OK 双十二直播背后 兄妹俩如何吸引人气 我在湖南 直播当天突发意外 大家怎样争分多秒 抢救直播效果 现在要不我们两个去拍了 就用这个拍 就用这个拍 去到这里拍 是不是搞点什么 场景拍一下好点 没必要 用美颜线就给你拍 不要用美颜了 美颜拍的都不像我了 好不好 抓紧时间吧 别耽误时间 抓紧来不及了 开始从这儿 好 来 就是一边过 好 开始 你那个镜头也移动一下 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 好 来 准备 开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星宝 好久不见了 今天是12月12日 晚上六点 来我直播间 给你准备了好多福利哦 好 OK 这回应该可以了 赶紧发了 应该可以 再不发来不及了 可以了 可以了 赶紧发 我来发 我来发 你去准备 你准备别的 现在拍的是一个 双十二的预告视频 我现在马上得发 期限两三天就要发的 但是这次比较匆忙 距离开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虽然购物直播 对大家来说也是非常熟悉 但随着开播时间的临近 大家的准备工作更加紧张起来 好卖的啊 就我们平时卖的多的 靠钱一点 对 都是我条 一条就是三四十分钟要 所以有时候就是忙这个的 看上去好像没做事 在玩手机 实际上在做准备 没办法提前弄 提前弄我推出去了 它又恢复了 就没到这个页面了 你下架了 相信苗老板 你下架了 相信苗老板 是已经下架了的 怎么样 你问一下这个 影哲那个纳路子 为什么下架了 苗老板 我们自己上了个链接 苗老板 我们不是自己上了个链接吗 那为什么找不到呢 我们自己的呢 自己的纳路呢 那个喷目停的 冰箱链接赶快给过来 我们现在要上架 下来完成 火山上面只有相信苗老板 没有上架纳路的时候 发现这个链接有问题 下架了 对 厂家下架了 我们马上就沟通 联系让它们轻轻上架了 所以这个准备 至少来准备一个小时 怕出问题 这两边还要摆 两边还摆两条灯子 两个平台不最麻烦了 你要选平台要堆倒 到这 到这 就说到这个 就是我们自己是秒上 到这个拉着 就是鸭子是吧 对 鸭子怎么秒上 鸭子 鸭子可以吗 是不是我们的 鸭魔王好像也是我们的 可以摄 那就可以摄 到这位去 下面就不摄的好吗 迅滑的 时刻看着这个直播界的节奏 不要跟他们的节奏 到时候会影响这个销售的 好吗 5点20开始 第一步5点20 对 他说3 2 1改造 我这个就要操作改造了 距离直播还有不到半个小时 而此时 杨伯又提出了新的想法 现在有个只有十几分钟了 能不能把那个腊肉找个地方挂一下 挂到那个墙子怎么样 挂到一个外面的墙子 掉下来在他的头部上那一点点 然后后面的那个 那个什么也看不到 那个把墨什么都不会拦住 就是这个角度 把这个地方最好 现在赶快行动 不然来不及了 反正不要顶着他的头就行了 你站在这里 站在我看 对 也就是到你的头部上面那个地方 在滚了 对 要挂到这个位置来 就这样挺好 是吧 把这个腊肉从上面挂下来 感觉很好 对 对于杨伯的临时提议 大家并没有因为时间紧张而反对 为了直播效果 所有人都尽力完成 是这样啊 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们所有的自己带的手机的 把这个WiFi关了 保持这个直播的这个流量的畅通 用自己的数据流量好吗 大家注意一下啊 好 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 双十二的直播如期而至 哈喽哈喽大家好 能听到我声音吗 朋友们晚上好 今天在后面做豆腐打豆腐 头上面还挂了这么多的腊肉 有没有想吃腊肉的朋友 腊肉我们今天直播间 也会给大家做活动 有福利哦 来 所有的家人们告诉大家 怎么点赞 把你们手机拿快 拿起来 在你们手机屏幕的空白处啊 有看到啊 大家可以为我的直播间 增加一些人气好吗 现在人马上上七百了 马上上七百了 尽管双十二的效果 没有双十一好 但是还是不错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不能松懈 也没有松懈 现在人马上上七百了 马上上七百了 关注主播不明给你啊 直播现在已经达到六百人了 所以这个辛苦 那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要到什么时候 才觉得辛苦呢 要回到家里面 就把那个设备什么的 一放准备睡觉的时候 才发现今天特别累了 干活的时候 根本就不觉得累 我跟星宝都是一样 对 第二天又是一样 我们第二天早晨 来 我们早晨七点钟出发啊 七点钟就准备出发 我觉得农业是我们的第一产业 任何一个时代 它都离不了农业 你学的东西 你可以帮助自己的家乡 对我们的家乡 这些工程都会给你们送到鸟杂 你要干什么 站住 请愿闭 我们疗人 先得到鸟杂 快上飞 有人 我在 这些东西都会给你们送上鸟杂 疗世界 陪众 在我 这些东西都会给我们送到鸟杂 叫做鸟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